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acle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开始呢,我们将进入到第二章Oracle Seiko基础的学习 那今天呢,我们讲的会是第一个知识点 简单的Synact语句 什么是Synact呢? Synact的中文就是检索和查询的意思 也就是说从表中查询数据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将使用数据库的一个安装好的时候 会有一个初始用户叫做Squart用户 这个Squart用户是一个普通用户 用Squart用户的几张表来讲解简单的查询语句 那好,CQ Plus Squart Squart密码是Tigle OK,它会说什么呢? 这个账户是锁定的 为什么呢? 当我们配置数据库的时候 这个用户虽然存在 但是默认是锁定状态 除非你在安装的时候就已经去解锁了 那如果没有解锁怎么办 也不怕 先用超级用户登录 只有超级用户的这种命令才是Earth SYSDBA 那接下来Order User Squart Account Unlock 用这样一个命令去解锁 那好,接下来 Squart Tigle Eta Cindy 好,这是CQ Plus的命令 更改Squart口令是为初次登录要修改密码 我们还是输入Tigle吧 其实我已经输入了 但是这个CMD 这个命令框其实是显示不出来的 好,回车以后 重新进入 Tigle 当然它还是显示不出来 哦,好像口令未更改 貌似我修改错了 重新来过 新口令 Tigle 重新进入 Tigle OK 接下来 修改完毕之后 Squart Tigle Eta Cindy 好的 已连接 已连接 哦,这个亲屏命令应该是这个Clear Screen 当然我这里演示的是 CQ Plus命令 来进入到这个Orake数据库 其实CQ Plus也是Orake的一个客户端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用另外一个客户端 就是PL CQ Developer去登录 那么用户名 Squart Tigle 注意连接的网络服务 是Cindy Cindy是我新配的一个数据库 好的 PL Cycle Developer呢 比这个CQ Plus稍微好一些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图形化的界面 相对是比较好理解的 进入到PL Cycle这个主操作界面以后 这里有个Objects的选项 选择它最大化 好这里就是Orake Squart用户的这样一个所有的模式对象都在这里 比方说我的左侧是一个Tables 当然这是因为我修改了它的一些优先级 所以Tables在第一个显示 Tables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包含了Squart这个用户模式的所有的表 当然它的表结构是比较简单的 它总共只有四张表 其中我们选择EMP就是员工表 员工表来看一下 它有哪些列的存在呢 EMP Lumber是雇员编号 Elem是雇员的名字 Job呢是职位 MGR是雇员的直接领导 Hardate呢是雇用日期Sanary是薪水 COMM是佣金 DPT Lumber则是部门编号 好的 接下来我们选择文件 新建Seql窗口 新建一个Seql窗口 在这里面我就可以输入普通的Seql PR Seql命令哈 注意一下 实际上PR Seql Developer也是Orake的客户端工具 只不过它是图形化界面 而Seql Plus呢则是字符界面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到正题 其实数据库呢 它存储数据除了我们之前学习过的 有物理结构 比方说文件系统 逻辑结构 像表空间啊 断呀 区呀 数据块啊 等等之外哈 实际上作为程序员 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库中的东西呢 最常用的就是数据表 数据表呢 其实是一种数据结构哈 就是说它是用行和列来组织数据的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 在我们使用PL Seql语句哈 就是结构化查询语句来访问数据表的时候哈 我们最常用的语句就是查询 Seql Seql Seql就是查询查询什么呢 表中的列 查询列名 当然这个列名呢 我们有EMP Lumber 记住就是它的列名 Elem Job MGR Harold Data Cellery COMM和什么呢 DPT Lumber 这是CNAC的之后是列名 列名之间用逗号隔开 接下来 From表明 EMP 接下来点击这个按钮 齿轮按钮 当然你也可以按快捷键F8 去执行 这样一个 Seql 查询语句 执行的结果哈 实际上就是以一张表的形式所呈现的EMP表中的信息 那这个表就有很多的列哈 当然这个列就是你CNAC的之后的列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要从EMP表中去查询 EMP Lumber列 Elem列 Job列 MGR列 Herald列 Cannery列 CMM列 和DEPT Lumber列的内容 有多少行就出多少行 好的 这个就是简单查询语句 如果我不想得到这么多列 我只是想知道员工信息表的雇员编号和名字 就够了 那么我的CNAC的语句后面就不要跟那么多列 只跟EMPLumber和Elem即可 那这个时候出现的结果哈 就是EMP表中的雇员编号列和姓名列 当然我们的第一个Seql语句哈 第一个CNAC的语句 因为它是查询了所有的列 这个所有的列我们可以用新号 CNAC的新fromEMP 也就是说获取EMP表中的所有信息 好的 这个就是CNAC语句的简单用法 两个关键字看到它变色了没有 一个是CNAC的 一个是from from之后跟的是表明 意味着从哪张表中去查询哪些列的信息 好多个列之间用逗号隔开 好的 这就是CNAC的语句的简单用法 同学们 你们可以演示一下 比方说 我从DEPT表中去查询记录 就是部门信息表哈 它有哪些这种记录的存在哈 哪些数据的存在 好 当我查询出这样一张表结构之后 有几个术语 可能以后我经常会用到 先给大家特别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记录 或者说就是行 CNAC的语句查询出来的每一行记录哈 我们就把它叫做行或者是记录 那么每一个列呢 我们可以叫列也可以叫什么呢 叫字段 比方说DEPTLUMBER字段 DLUM字段和什么呢 Location字段 记录就是行 行就是记录 还有字段 字段呢实际上就是列哈 就是列 那么至于每一个单元格哈 没错 这就单元格哈 每一个比方说编号 部门必要是20的Location 就是地址的意思哈 这个就是单元格的这样一个值 好 而这整个查询出来的呢 是DPT表的这样一个信息 好 请同学们特别注意哈 以后我提到记录就是行 行就是记录 字段呢就是列 列就是什么呢 字段 请大家特别注意 好 同学们 你们下来可以去针对于Bonus啊 Sanagrid Bonus好像是奖金表 Sanagrid是薪水的级别表哈 我们都可以用CNAC的和From去仔细的 好 练习一下 好的 那关于本次课简单的CNAC的语句 讲解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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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